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汽车 到于当地时间5月15日开通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开通仪式 普京当天驾驶一辆卡马斯卡车 率领一支由30多辆卡车 起重吊车 水泥车和油罐车等车辆组成的车队 从大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塔曼半岛一侧 时至对岸克里米亚半岛可知史 全程耗时16分钟 然而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普京开车时似乎没有系上安全带 这好像是违法了交通规则 对此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 我当时没看到 这种回应显然无法让大家信服 俄联邦安全局新闻与公共关系中心副主任西姆诺夫 随后机智地回应称 普京驾驶卡马斯卡车 驶过克里米亚大桥时 确实没有系安全带 但普京并没有违法道路规则 因为这段桥 严格意义上 还不能称为道路 话说西姆诺夫是这么解释的 克里米亚大桥正式开通时间 是当地时间5月16日早上5时30分 而普京15日出席的 只是大桥开通前的群众文化交流活动 严格来讲 他当时还只是一处建筑工地 算不上道路 不受交通规则约束 不使用安全带 也没有对总统本人安全构成 影响 嗯